先認識他 先認識潘老師 那他就是很熱情 然後算是控制狂 他沒事就會講說 那個 我跟你講 來上我的課 禮拜四 禮拜四晚上 上我的課 他應該跟每一個人都會這樣講 對 他要禮拜六 看完大家都知道 你要來 你要來什麼不來 在台灣沒有收過 他那個推上課的簡訊 就不是藝人 真的 就不算正式輸到 而且我們最近有說到 然後吃飯吃到一半 他會講說 我跟你講 現在這個維他命 這維他命你們那個 平常吃飯如果沒有吃好 你要多吃 而且他的交代也要配飯吃 一定要配飯吃 然後再來就是找我們去 他入股的那個腳踏車店去 沒有 誰入股 我原買了一盤 現場大家都買 我原買了一盤 我都買了一盤 我準備了去買 可是其實原本我跟他 我們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然後所以認識就變很熟 但是他真的就是 因為他很控制我們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去上他的課 跟去那個腳踏車店 所以就變成有一個關係 那我看什麼都清楚 然後我這樣講 本來是沒有什麼不好 可是就是因為說 要去買腳踏車 然後腳踏車 因為被大家講到 他可能也... 但是我這邊 我還是要幫潘若妤講句話 沒有 他上個禮拜 賣我什麼你知道嗎 蠟肉 他開始吃了蠟肉 他在亂講 他在亂講 誰賣你蠟肉 多蠟肉一條兩條 我什麼時候賣你蠟肉 那我在家裡面吃了那是什麼 好 乖... 不要你蠟肉 沒有蠟肉 蠟糖 蠟糖啦 蠟糖啦 賣我蠟糖啊